好戏开场了 环球日报报导 一个日本男子在北京被逮捕 或涉间谍罪 日媒25日消息称 日本一名50岁男子在北京逮捕 美国的有一个公司好像一气给逮了五个 中方未透露逮捕原因 但相信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至于日本放送协会25日报导 这名男子是一家日本公司的高管 还是个知名公司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 他本月较早前因涉嫌违法中国法律 而被中国安全机关拘留 男子据报可能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共同社报导称 日本政府一直寻求中方立即释放他 并尝试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 向他提供领事支持 报导称 从这名男子外 自2015年来至少16名日本国民 因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被逮捕 什么意思 大家就可能可以再想想 那个钱都跑到香港去 这相互的可能就有关系 我觉得这可能是开战的前夕 钱为什么跑到香港 放到美国不行 美国说给你放到欧洲也不行 放到瑞士也不行 所以给你查封了 所以给你没收了 那你咋办 放大陆也不行 本来就不能放大陆的嘛 所以说 那老美为什么要查封 那就是有战争 因此有消息灵通的人士 他们可以获得消息 你现在日本人也抓 日本都负间谍了 现在都抓日本间谍了 开始 那你想想 什么节奏 这是要打仗的前夕嘛